各國正加緊研發新冠肺炎疫苗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教授許舒昌估計 如果研發順利 香港市民最快明年4月才有真打 到明年年尾才達至群體免疫 在此之前防疫措施都不能鬆懈 目前全球有35款新冠疫苗 进入臨床试验 当中9款处于最后的第三阶段 香港参加了国际疫苗保障机制 提供本港三成半人口的疫苗 余下则要自行向药厂采购 身兼卫生署辖下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 中大教授许舒昌在本台节目 讲亲讲处说 本港预定到疫苗机会高 但乐观预料最快到明年尾 香港才可以做到群体免疫 要透过自然感染或者透过打疫苗 有6至7成人出到矿体 你就会做到一个群体保护效应 来得到香港 我相信很可能 是2021年的可能第二季 就是4月至6月左右 2021年尾或者2022年初 我们就可能开始有6至7成人 可能会打到针 许舒昌认为首批疫苗 依次序应该先让长者 长期病患者 医护人员 及前线政府人员接种 相信政府会为市民打疫苗买单 全民检测明天是最后一天 随着内地支援队离开 本港检测能力将会下跌 许舒昌说 卫生署现在每天 可以检测大约12000个样本 加上医管局及私人化验所 可以应付一般疫情 现在最重要是要防止外来输入 以及适度维持防控措施 看到四位之后 两个礼拜内没有相关爆发 才慢慢再放 也都要看整体疫情 譬如你每天的确诊数字 是否继续下跌 落力不明的比例是否偏低 最好是低于两成以下 但就一定不可以 好像6月19日那次 突然间由八位一台变成无上限 因为一无上限 就多了人搞大型庆祝 那个爆发风险就非常之高 许舒昌说市民要有心理准备 直至明年年底前 社交距离措施的限制仍会持续 无线电视记者温乔菲报道 普及社区检测 截至早上11点 超过167万人接受采样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当不再出现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 利用普及检测所提升的能力 加快推出健康码 陈茂波在网制说 日前曾到访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内火眼试验室 感谢工作人员 他指普及社区检测 提升了本港大规模检测能力 只要总结经验 并把强化了的检测试验室设备 与运作容量化为常规战备 日后再遇到小型地区爆发时 便可进行闪电围堵战 避免疫情变成风土病 日前十四美桌上线放宽至四人后 陈茂波光顾过甜品店 他说不论酒楼或餐厅 生意都有较明显的改善 嗨 你好 你好 我们希望来到疫情 在守候之下 可以尽快重看经济不同 他说当香港再没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 利用提升了的检测能力 加快推出健康码 便有望放宽于内地 以致其他地方人员往来限制 有助加速恢复本地经济 外游及亲人团聚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网制 也呼吁市民特别是外拥 和学生把握机会参与全民检测 他指第三波疫情没有完结 对未来一年本地经济情况 美感乐观 他预期本月下旬 会向立法会财委会 申请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拨款 集中支援直接受社交距离措施 影响的行业及人 香港邮政明天起派递 第二个同心抗疫口罩 在第一轮登记索取口罩的 主要登记人 收到香港邮政短讯后 三个工作天内将收到口罩 邮差会将口罩放入信箱 如果尺寸不够会上门派递 没有人收件 市民需凭通知卡前往邮局领取 香港邮政提醒市民 不会要求收件人 到邮政局以外地点领取 台湾有记者声称 协助五名香港反修例示威者偷渡 他们正被陆委会扣留 无法见律师 陆委会表示 不会就个别个案说明 台湾记者中盛雄 星期六在社交网站发文 声称协助五名香港反修例示威者 7月18号由香港出发 经东沙抵达高雄 目前正被陆委会扣留 他们没有对外联络管道 无法和律师人权团体见面 除了极少数的陆委会 海巡署人员外 没有人知道五人是否安好 他称公开事件 是希望能帮忙的人得以及早出手 他也呼吁 无勇抗争者不要再去台湾 指水路去台湾已经行不通 甚至有生命危险 他又指民进党不如外界所想 支持香港示威者 针对钟盛雄的贴文 陆委会未有证实或否认 重申不回应个别事件 邱锤正重申 对于香港人已经设 人道援助机制 对符合条件的人 都会给予必要人道援助 本台曾经联络钟盛雄 但是未有回复 而他再发文 表示陆委会指他将事情供出 是另有目的 说法是瞧不起人 又指事件可能已进入调查阶段 不会再对外发言 总统府表示 陆委会已经和多个部门 结合民间力量 针对港人成立救援办公室 全部交由陆委会处理 无信电视记者温乔菲导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12名涉嫌偷渡在内地水域被捕的香港人 是企图分裂国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早前在推特 形容该12人是民主运动人士 他们被捕损害了香港的人权 华春莹回应贴文 指事实上该12人是非法越过边境被捕 并非民主运动人士 而是企图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分子 12人现实被扣留在深圳盐田看守所 据了解部分人被内地拘捕前 在香港涉及暴动罪 或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 正保释候审 消息指他们上月23号 由西贡布戴奥出发 打算潜逃台湾 在国州群岛附近的内地水域被截获 欢迎回来 政府举行记者会交代本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最新情况一起来看一下现场 刚才交代了多19人确诊新冠肺炎 十一宗属本地感染 有三宗源头未明个案 有三宗个案经全民检测计划发现 记者会就先看到这里 十四前天起放宽至每桌最多四人 有酒楼表示加强防疫措施 分开船菜及清理桌子 减低交叉感染风险 十四放宽至四人一桌后的首个星期天 这间酒楼一早坐满人 有一家八口茶客来饮茶 分开两桌坐 我就是放宽这四个人 外面先这么多人来 但是有时他想喜欢吃的 可能就问我们这边有没有静 那么我拿过去给他吃 这个人同都买一台有得谈的嘛 会好过两个人嘛 两个人对着口咬咬咬 那么有什么要说的 酒楼负责人指 生意叫之前两人一桌有改善 燃料增加也加强防疫措施 第一我们就不会搭台了 第二我们的清洁工 就负责清洁那部分而已 就全菜那方面 正是负责奉上这个食品而已 所以这个交叉感染 是减低了等于零几 也都我们有个制服分野的 我们全菜那方面 食物那方面就是紫色的制服 清洁工那方面是啡色的制服 无线电视记者齐东博报导 新闻报导完感谢收看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